為了政經 各位宇宙政經學院跟論文門開箱的同學們 大家好 今天滿滿的開庭 今天連續上午一個庭 下午一個庭 春江水暖壓先知 蔡英文倒台司法先知 我們的司法論文門相關的案件 已經被冰凍了好久了 因為這個犯罪集團最怕開庭 因為一開庭調查證據 結果呢 所以張永慧不開庭直接判決 然後還有一連串的惡官 包括宣譽華 不開庭直接判決 林偉環不開庭直接判決 姚念慈 連準備程序庭都不敢開 這個邢泰昭下令的嘛 給黃偉 然後最後轉給了林邦良 然後後來是接任的檢察官劉成武 那台北地方法院就是黃國中嘛 然後這個體系下來就是姚念慈 連庭都不敢開 連準備程序 連我的律師都不敢面對 就直接對我發布通緝 那今天呢 這個好消息來了 春江水暖鴨先知 好 在台北地方法院高等法院 接下來會有滿滿的庭 那麼昨天呢 雞排沒有發購很抱歉啊 這個我們會陸陸續續會有類似的活動 會讓大家呢來這個吃好吃滿 我們這個政經正義雞排呢 要打出名號了 好今天的庭是這樣的 今天早上台北時間的十一點 在高等法院開庭 被告呢是誰呢 是張詠惠 我們告他損害賠償 告什麼呢 兩件事情 第一個亂判 第二個 泄密給媒體 就這兩件事情要求損害賠償 那早上呢這個庭系 我們的準備程序已經開了六次了 所以高院的這個法官陳傑政 我在法庭當中呢 我很發自肺腑的感謝他 開了六次準備程序庭 並沒有像其他法官這樣子吃案吃掉 當然最後判決怎麼樣我不知道 其實我早就說過 我跟我的律師不在乎結果 我們要一個公平審判的過程 因為我們要記錄歷史 所以早上呢開了將近兩個小時的庭 從台北時間的早上十一點 在高等法院一直開到了下午一點左右 然後大家都很辛苦 已經穿越中午的吃飯時間 那對我來講呢 我是這邊的晚上八點 一直開到晚上十點 接下來我不要睡覺 因為我馬上要開第二個庭 是在台北地方法院被告 還是張詠輝 好我們告他什麼呢 我們告他這個不分案 一個人獨攬這個案子 好重大矚目案件 他基本上原本就應該要要求 這個案子要重新分案 結果他沒有分案 他沒有要求分案 自己又把這個發回更衣審 認為他有重大瑕疵 他又來了 你說這個東西對我們有傷害嗎 聽他跟我們這件事 對不對 一個裁判被認為他裁判不公 於是重新比賽 結果又來同一個裁判 你在哪一個比賽中看這種情形 所以根本不用調查 就直接判他敗訴 你隨便講一個路人給他聽就知道了 一個比賽被認定裁判不公 所以重新比賽 那裁判同一個 你不要笑死人好不好 好 接下來在台北時間 就是三個小時前 就是我的台北時間的下午5點10分 在台北地方法院又有一個停 那對我而言我是半夜的兩點10分 所以我就這樣子一天的開庭開下來 不過我很開心 因為整個過程當中證明了一件事情 蔡英文詐騙集團開始土崩瓦解 樹倒狐瞬散 好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 今天早上開庭完了之後 我接受了我們開箱惠榮的採訪 在這一段當中還有李律師 好我們接下來看看 跟大家分享今天早上的庭 今天早上的庭非常的精彩 我們在等候彭P的時間 跟我們打打招呼吧 然後再來就是說 因為等一下 剛晚還有一個庭嘛 對 目前就是 等一下是也要去做一些準備工作了 是的沒錯 好那今天開庭聽說 這個張靜律師到庭開栓啊 剛剛最後面那個對照律師也栓回來 把彭P栓了一陣子 但是非常不禮貌啦 因為他就是說 我們要求那個傳訊被告 就是張法官本身到庭來說明嘛 會跟對職嘛 結果他就栓這個彭P說 那你為什麼不回國 自己的國外不回國 你憑什麼要傳人家回來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個 這律師這樣答辯實在是非常不妥當 因為不是當時要看當時候情況嘛 當時候是彭P 彭文正先生他是先出國再先啦 他是合法出國再先 之後開庭的時候 我們有要求法官 跟證據先調到 你進去都還沒調你怎麼開庭 太可笑了嘛 所以這個法官也乖乖去調他證據喔 真的是去調 但是沒有調完整 他就開了 開了之後呢 你要開庭可以啊 但是彭P現在剛好疫情期間 飛機票不能訂 然後呢 風險很大 所以呢 然後我們又提出說 他手機被定位的三個證據 他手機被定位被駭入的證據 所以才要求說 那你準許 那時候可以網路視訊開庭嘛 法條明定的啊 所以我們要求 要好官網路視訊開庭嘛 所以 那但是只是要好官違法拒絕 所以我意思是說 這個對方律師他不了解這個過程裡面 就隨便針對彭P的那個說明 說明 因為他特別說明說 他做一個媒體記者 這個被告張法官呢 洩漏這個判決書給新聞記者的情況下 造成他作為一個新聞記者的所長 他在教學就是說 要資訊要對等 當事人才有收到公平的待遇 才能夠針對這些事情 去做澄清回應 即使澄清回應嘛 那你事先洩漏出去的時候 就已經在媒體上 就打擊我們當事人 就打擊彭P了 這種情況下 彭P根本看不到訊息 對 不知道這個判決書的內容 他如果去做一個 同時間的一個了解跟回應呢 他就沒有辦法跟其他人一樣 同時間去看到這個判決的內容啊 對不對 如果不是判決書提早泄密書去 而是大家都公平的看到新聞稿 對不對 看到新聞稿的同時 彭P也看到新聞稿 媒體記者看到新聞稿 這時候大家 他基於資訊對等 來做的事情都有發言的機會 還有澄清的機會 甚至彭P他也是媒體的人 他也可以要求記者 對他來做詢問啊 所以上去這個機會造成 一個資訊不認造成的傷害非常大 傷害已經造成了 所以彭P特別去做這個說明 因為他是新聞研究所的所長跟教授 所以他特別針對這個新聞訊息的落差 時間點落差跟資訊不對等 所造成的傷害來加以說明 沒想到這個被 這個被告 這個上訴 就是被上訴人 這個張法官的律師 竟然開栓這個彭P 不回國 OK 好 這感覺你說不過去啊 對啊 所以說這個 所以就引起我們旁聽席 後面的那個聽眾 一開完庭之後 就開始在罵那個對方律師說 你怎麼可以 毫無邏輯 怎麼可以扯到這邊的事情來 我作為一個律師 這樣好像有點失格啦 那OK 當然這是 這是案外事情 現在彭P已經上線了 我們等一下時間交給他 好 可以 沒問題 那傍晚的部分喔 我們再跟你就好律師喔 小談一下 對對對 好 謝謝 我們充分休息跟充分準備 要應戰下午 沒問題 下午 好 非常感謝 下午請各位觀眾 特別留意一下 我們下午一樣 我們告張宏會的第二個案件 已經開庭 定期要開庭了 所以這個部分也是 也是我們在做這個 就是彭P本身 除了論文本身這個案子 真相追求的過程之外 也是對司法改革很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說 為什麼一個法官呢 做了違法判決之後呢 撤銷後來更成之後 他不回避這個案件 我們要求他回避 要求他重新封案 他都拒絕 所以我們因此做了第二個告訴 第二個這個 侵權的訴訟 那 台北地方法案也定期開庭了 這是下午5點10分要開的庭 那我們就先到這樣子 把這個現場交給彭P 非常感謝李律 好 我們下午見囉 我們先請彭P幫我們還原 今天整場的訴訟狀況如何 然後以及幫我們說明一下 這個現場整個的氣氛 好 謝謝慧榮 我再次感謝慧榮 還有論文門開箱的朋友們 對於這個案子的關心 我今天必須說 像中天這樣的媒體 不但不應該被關台 而且他應該被表揚 我在台大新聞所教書 教了20年 我在教科書上面看到的那種 不擋不思不脈不忙 為弱勢發聲的媒體 現在在台灣 只有中天看得到 我們這種面對國家機器 被國家機器鋪天蓋地的 給踩在地上 除了中天以外 我真的沒有看到其他的媒體 有一點點的是非之心 修悟之心 側隱之心 那孟子說 無是非之心 無修悟之心 無側隱之心 非人也嘛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格外地感謝中天新聞 還有慧榮 跟幕後的一些朋友們 那我也要謝謝我的兩位律師 其實你知道嗎 我今年有一個願望 其實也是明年了 我希望像張靜 像李政華這樣子 努力奔走於司法改革的律師 我們希望把他送進立法院 大家如果覺得好 請加一好不好 至於張靜律師說總統 就交給那喝喝這事的人 去做這事的喝 我覺得如果台灣的立法院 不要多有個三席 有一個黨團專門關心台灣的司法 台灣的總統 再怎麼樣歐龍世道 再怎麼樣一手遮天 都會被這三個立委 攤在陽光下 而且把他送到公正司法的審判當中 所以我認為今天台灣要的不是藍 不是綠 因為過去藍也操控司法 綠變本加厲 所以我說這次應該要政黨輪替 既然大家都在操弄司法 那就政黨輪替 你一個人操弄四年 這樣子傷害對國家比較小 或者我們想辦法讓他們在野更久 但是台灣的國會真的需要關心台灣司法改革的律師 進到司法院 我覺得張靖 李振華 彤文勳 還有好幾位了 法治時報的黃岳宏 還有好幾位 我怕我一下子想不出來 還有曾淼宏 我覺得關心台灣司法的人 真的要進立法院 好 再次謝謝中天論文門開箱 今天我先講到最後 因為我們一開始就在說 張永慧 他對我造成的損害賠償 有兩件事情 兩個方向 第一個 是審判當中的 被長官操弄 自己亂了分寸 不開庭 不調查 訴訟詐欺 等等所造成的 我的損失 我的損失很明確 因為論文門不存在 論文不存在之訴 是我們整個論文門的關鍵 也是第一訴 如果第一訴 好好調查 我今天就不會唱 《洪彭的故鄉》 我今天就不會變成 世界罕見的人囚 我就不會成為 歷史上 繼孫中山 梁啟超 還有康有為之後的 第三個通緝犯 第四個通緝犯 所以這個損失很簡單 根本不用舉證了 全台灣人民去路上街訪就知道 彭文鎮這個街頭藝人 受的損害是什麼 那你張友會做這樣的事情 你不用賠償嗎 第二個更嚴重 就是他提前把消息走漏給媒體 傷害了我的資訊對等 平衡的權利 我上一次被傷害是被 台北地檢署把新聞 洩漏給自由時報 結果自由時報鋪天蓋地的說 統一促進黨 接受中國的台商 還有中國的國台辦的指示 要他們把有關於賈博士的內容 轉給彭文正跟賀德芬 還說要統促黨拿十萬塊給我 笑死人了 我昨天發雞排就不止了 好不好 所以這麼好笑的新聞 結果自由時報照燈不悟 我是看到了媒體 我才立刻在臉書澄清 而且說請自由時報澄清 否則我立刻告 自由時報下架之後 電子報的新聞已經傳出去了 傷害已經造成了 到今天還有人在截圖傷害我 這就是泄密造成的傷害 結果對方的律師竟然說 泄密這件事情不會跟本案有關聯 而且他還指稱說 泄密也不是張詠慧泄密的 於是我就提出來 我說那好 那請你回去叫你的當事人張詠慧出庭 然後我們要求的其他人要來作證 雙方可以對職 那到底是誰泄的密 結果被上訴人就張詠慧的律師 竟然在最後酸我 他說我呢被蔡英文告的停 我都不出庭了躲在美國 我竟然呢還叫這個張詠慧出庭 作詠慧出庭 作詠慧出庭 請文風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最后我告诉这位张勇慧的诉讼代理人说 我是人在美国 被法官姚念茨 发出开庭通知 突袭我 请注意哦 时间顺序哦 不是我接到开庭通知 我跑来美国哦 是我人在美国 在疫情期间 他发了开庭的时间跟通知 跑过司法新闻的人都知道 甚至我们在法庭 十几二十个庭 法官要定庭期 通常都会问一下当事人说 你有没有空 你有没有空 然后配合两照 定一个庭期 结果我受到的待遇 既然是被突袭 而且两年多前 是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机票订不到 要做PCR检测 还要排队 还要去预约时间 你还不见得在72小时之内拿得到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还受到了简讯的 人身安全的威胁 我都提供了资料 给台北地方法院 台北地方法院 不负任何理由的 拒绝我视讯开庭 第三点 姚念慈法官 连准备程序庭都不开 就直接宣布退庭 对我发布通气 然后让我成为 全世界绝无仅有的 没有国籍的人穷 我告诉被上诉人的诉讼代理人 请你不要学网军 在我的伤口上撒盐 我把这个三个事实告诉他 他没有再继续说话 这个案子非常明显 台北地方法院 有一群人在配合张勇慧 做伪证 我们把所有的证据 都传给了陈杰正法官 这个判决会怎么样 我不知道 但是我告诉陈杰正法官 叫他要整个案子 我告诉书记官 我的庭级内 我的在庭上所做的 所有的陈述 要逐字在明笔录 因为 我要把 这个所有的 对答过程 通通通通通通逐字的记录在恶官系列重书 恶官 这已经是第六个庭 这就对了 因为这不是一般的损害赔偿 这就是会呈很多这件事 这是一个举世瞩目的案件 一个有心要穷救事实真相的人 至少要中规中矩的走完程序 所以我具体的要求 这中间配合做伪证 有书记官 有行政庭长 有资讯人员 当然被告没有伪证的问题 但是他配合在里面说话 所以我认为应该要传这些人 因为我们不叫他道庭拒绝 他就胡说八道 胡言乱语 我请书记官逐字在明我的笔录 所以今天的庭呢 因为我没有输赢的概念 所以我可以畅所欲言 我不在乎输赢 我在乎把每一个过程当中 荒谬之处揪出来 我要用我自己的肉身 来做司法改革 献上活计 所以我要把整个过程记录下来 会收藏在应该是二关三吧 因为二关二呢即将出版 敬请期待 当然最后开庭快要结束的时候 你被这个对照的律师在伤口上撒野 那其实在开庭比较 应该是开庭到差不多一半的时候吧 其实这个张静律师 对于说张有会请的这个委任律师呢 不断的硬拗硬扯 好像也忍不住开栓了吗 整个被告跟相关的人 从头到尾都在说谎 他在做委证嘛 那个律师竟然说什么 他说有没有建立这件事情 跟本案无关 跟被上诉人上诉人都没有关系 显然啊 这个律师没有把这整个案子的 诉之声明跟所有的这个损害赔偿的标的讲清楚嘛 看清楚嘛 这案子有两个部分 我刚刚说过一个是泄密嘛 一个是不公平的这个审判操弄司法 而且是故意的哦 那所以我们就说嘛 在这整个答询的过程当中 一开始我指控张有会泄密 连续三个准备程序庭 律师都说我们不知道 我们回去询问 第四次庭我火大了 我说啊 律师啊 你下次再跟我说不知道 你就不要再来开庭浪费我的时间 所以他被我教训了以后 他就回去问 开始套招 他们就说呢 他们说呢 这个第四次的时候 他就有套招说 有啦 这个判决内容有交给行政庭长 那我就立刻质疑他呀 你这个案子没有审判 没有开庭 所以你没有定庭期嘛 那你交给行政庭长 会有就是你交给他嘛 不然他怎么会知道 因为你没有庭期啊 对不对 难不得行政庭长偷看你的日记 不然他怎么知道 你哪一天要宣判 所以是你走漏给行政庭长 这还要说吗 他发现不对了 又开始串购 套招说 他说15号上午公告 然后行政庭长来要 公告以后来要 哎对不起啊 书记官上午11点40分才拿到判决书 他上午怎么可能公告 另外资讯人员说 那一个泄露给媒体的email 是Vivian黄 他说台北地方法院 没有这个电子邮件账号 没有这个人 我说Vivian黄啊 哪一个跑法院的人不知道 他是台北地方法院的行政庭长 黄佩珍 最后他又改口说 台北地方法院在第五次停完之后 又回函说 109年4月14号的下午 就已经把判决书交付给书记官 可是你上一个答辩书上 明明就写说 公务电话记录是4月15号上午 11时42分39秒 连秒都有了 那后来为什么翻供 因为他只有翻供他才能够 证明 他是提前就给书记官 这个状况就跟蔡英文 最后都不拢 10月16号口试 发现糟糕了 那天礼拜天 糟糕了怎么办 最后他又没有这个出境记录 所以他就弄了一个10月15号出境 可是你10月15号出境 你10月16号怎么可能到达英国 哪有人口试前一天出境的 这些东西一模一样嘛 所以我发现犯罪集团 一来爱说谎 二来智商不高 所以屡屡被打脸 所以我在最后说 台北地方法院 整个体系都在串供 你们这些司法人员 是在考验我的智商吗 我要求相关这些串政的人 能够出庭拒捷 我希望他们能够到法院 因为包括书记官 公关庭长 行政庭长 还有说地方法院 没有V点黄的资讯人员 因为不拒绝 他们就胡言乱语 颠三倒四 我想这些东西都是在明笔录的 大玩多拉A梦的任意门游戏 自己身为司法官 却集体串政玩法 莫此为甚 令人不耻 请在明笔录 所以台北地方法院的笔录 应该这一辈子没有看过 这么呛的笔录内容 所以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论文门水落石出 这一些珍贵的历史资料 都会成为台湾各大法律系的 法庭实务必看的书的内容 而且我会跟张经律师 李政华律师 把二官的书 系列重书 捐给全台湾每一个大学的法律系 把一套从书寄给他们 希望台湾学法律的人 不管将来要做律师 还是司法官 好好的读完这本书 你们能够找回你们自己 当时报考法律系的初心 优优独播剧院元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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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um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série 李宗盛 コ baw мик ket House 李宗盛 李宗盛 我要法官調查 法官傻了 法官最後呢 跟我有點小小的爭執 他說這件事情跟本案無關 我說怎麼會無關 因為我們今天告張永惠的是 民事損害賠償 我們告他的部分是兩個部分 一個呢是他的 影響我們的訴訟權 另外一個是他妨害了我的名譽權 那妨害名譽權的關鍵就是 他使用詐數嘛 全國觀眾都聽到了 也看到了 他說要連元龍帶一本 細徵取得博士學位的論文 連元龍還說好 第二天要進法庭的時候 記者還去問 連元龍還說當然 有沒有帶當然 結果到庭上拿了一頁一頁出來 這個時候張永惠竟然指路為馬 把這一個一頁一頁的 年代色澤都参差不齊的紙張 這個時候我提出調查 法官有一點傻眼 因為我覺得 所有的法官 雖然這位法官叫做 這位法官的名字叫陳徐 陳正聲 耳東陳 正確的正 旭日東聲的聲 對 我承認他是一個好法官 因為他對於態度或者是過程 他循規道舉依法 不會像張永惠 就是那個法庭上審判的時候 高高在上 然後態度又很傲慢 然後過程又騙人 然後前後欺騙 然後拿了一個一張一張的論文 就張靜伸手去想要看一下翻頁 他都不可以碰 張靜說 那我要怎麼看 張永惠說用眼睛看 我請問你 這個論文 號稱是論文 就是散裝的 中間有立可白 還有有顏色不一樣的紙張 有白色的有泛黃的 我不能翻開看一下嗎 在這種種的態度跟過程當中 像這樣的法官是明顯的 是一個很糟糕的法官 那像陳澤生法官就是循規道舉 而且按照這個 就是按照程序來 我覺得我們要的 所謂的司法公平正義 就只有這些而已 我們何止十連拜 我們不知道拜了多少 我們不在乎 我們要求的就是一個公平的程序 這很難嗎 那這個部分下一次聽 我們還會爭執 因為我認為 張永惠對我侵害民喻權的關鍵 就是指鹿為馬 混沖那個一頁一頁的東西 要當成論文 所以我要求調閱證據 另外一個就是對我訴訟權的侵害 這個訴訟權的侵害就是 這明明是一個社會重大主謀案件 這也不用多說了 包括他申請罰警的時候 自己在公文上面填寫理由 社會重大主謀案件 包括我們控告他 有關於洩密給記者的部分 我們問他說 那你為什麼要交付給行政庭長 他也是在書狀中答覆說 這是社會重大主謀案件 結果我們要求他 以社會重大主謀案件簽分案 讓何一廷來審 他卻又說 這不是社會重大主謀案件 讓何一廷審有三個法官 那我的訴訟權可以得到 比較大的保障 因為三個法官 假設每個法官 違法裁判的機率是1 2 三個法官同時違法裁判的機率是1 8 所以對我來講 當然是把我可能遭受侵權損害的 機率降低 所以我用侵害訴訟權跟侵害民喻權 來提告張永慧的民事損害賠償 那我覺得這個案子 可以繼續往下看的一個很大的重點就是 我一定會在下一個庭當中 舌戰法官 這個法官被我一講就傻了 他去求救於李政華律師 他說李律師我看你剛剛在點頭 你是不是回去跟你的這個當事人 跟他講明 這個案子 這個論文的部分呢 這不是我們應該本案調查的證據 我馬上跟他講說 法官這個 這個戲徵論文 就是張永慧欺騙的手段 那當然是關鍵證據啊 侵害我的民喻權 就是因為他用了一個 戲徵論文當成詐欺的手段 造成我的敗訴 致使我的民喻權受死 那怎麼會不是呢 我覺得所有的法官 在碰到要去 這個調查這一本所謂的戲徵論文的時候 都很害怕 因為沒有人能夠說 那個一張一張的東西是論文 只有張永慧敢 其他法官都不敢 那如果要調查那個不是論文 判這個不是論文 那我看這個法官 會承受極大的壓力 所以每一個人能閃就閃 那這個號稱世界四大奇蹟 包括死海骨捲啊這些 在內的約貴 還有蔡英文的論文 這麼關鍵的重要證據 其實是每一個案子的核心證據 所以我們會繼續堅持在下一個題 好的剛剛聽到彭P的這個背景音 好像真的有機在打名欸 哇真的是 原本以為是這個巧妙的比喻啊 結果是真的齁 這邊呢還想到另外問彭P的事情是 以目前這樣子看起來 所以說包含上午的庭 跟今天傍晚的這個庭 看起來都是遇到了好法官啊 所以是不是呢 在這個除了 這個比較核心關鍵的訴訟之外 就是不管是呢 你被告妨害名譽 導致你通緝 然後現在甚至呢變成國際人酬 然後以及呢這個論文 不存在之訴的這個核心訴訟之外 其實旁的一些旁之官司 好像看起來都比較容易遇到公正的好法官 那這樣子是不是也代表著說 關鍵訴訟當中 比較核心的主要訴訟當中 顯然是比較有外力存在的 其實這麼說啦 我們告的兩種人都是 幾乎是沒有機會贏的啦 你看第一個我們告的是 當今的四軍統帥嘛 碰到這個案子就是核心的案子 周邊的光怪陸禮的事都發生了 不開庭就判我們輸 然後說什麼就是一樣嘛 就是那另外一個核心的 就是我們要告法官 這個對審案的法官來講 這簡直就是不可思議的事嘛 就好像喔 我要慧榮當裁判說 我要告這個 盧秀芳或者李佩軒 你要怎麼判嘛 對不對 這個就是我們告法官 然後台北地方法院的法院的法官 要來審理我們告他的同事法官 你說這他怎麼辦 所以每個都能躲就躲嘛 所以我們已經把對法庭的期望 降到非常低了 只要按照程序審判 我們就很開心了 我們就把它叫做好法官 因為其他法官都太扯了 什麼你不能告外國人啊 什麼這個案子呢 這個就是 反正什麼光怪陸禮的理由 他們都找得出來嘛 那接下來我覺得 整個風向會有一些改變 我殺死好的頭項目 因為… 隨著520蔡英文下台的日子 他要被民刑事 大概至少 10-15個案子 訴追了 這個案子 大部分都不是在我身上 已經很多人已經排隊backed 跟那個領雞排一樣 已經領牌准備在520去告蔡英文了 所以呢 我相信很多法官 看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他也会想一想说 我何必要为这个铁打的 衙门流水的官 这个五日经兆的蔡英文 去背上一个 这个妨害司法公正的历史骂名 所以慢慢有人会去计算 这中间应该怎么做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 我们那些被放在冷冻库的 被冰存的一些相关的周边案子 也会一个一个解冻 然后不愿意审的 或者是直接就用书面 这个就是驳回的这种案子 将会比较少 会认真审理这个案子的 会越来越多 但是会不会到愿意调查证据 这个我不敢说 因为一旦调查证据以后 这件事情就会造成一个石破巅金的改变 有没有这个肩膀 能够承担这样的铺天盖地 来自于长官的压力 我觉得这是考验台湾司法的 一个重要的关键 好 因为我们知道呢 这个论文不存在之诉的一个系列官司里面 其实都是环环相扣的 那因为在开庭的今天的状况 就是其实一开庭的时候 法官他有特别询问了上午场的一个状况 所以说显然这个法官稍微有做一些准备 跟做功课了 那彭P你认为说在这个部分呢 今天下午的这个庭是不是确确实实的 在接下来很有可能也会 受到上午的这个庭后续的发展的影响 我觉得法官是在问一个问题 我倒不是觉得他是有心在关心这个案子 我认为他要看我们有没有重复烂告 就是我们有没有把一个事实 拿到好几个庭去告 事实证明我们没有啊 我们把这个一个犯罪的嫌犯 他的诸多犯刑切割成为不同的案子 一个一个进行诉讼 这是合理的啊 因为一案一罚一案一罪啊 我没有理由把他众多的犯刑 放在一个案子当中 所以他在确认我们有没有烂诉 我觉得是这个意思 那经过我们的详细说明之后 他知道早上高院告的这个案子是泄密 下午这个案子呢是侵害诉讼权跟名誉权 所以在我们阐明之后他明白了 只是下一个庭我相信我们会花很多时间去讨论 到底我该不该申请在本案中调查关键证据 就是那个连元龙以为他已经瞒天过海了那个戏征论文 其实那一本戏征论文 是所有跟蔡英文相关的案子 以及周边的这些包括外交部 包括教育部 包括国土 包括众法官 这是所有的案子 那关键的一案子 所以当你的论文来讲 就是那看起来的 那这些决定的论文 是否则的 那这些证据 那这些决定的 那这些决定的 这些决定的 这个决定的 那么那这个决定的 都要成為我們的被告 那一本所謂的戲真論文 其實是一頁一頁的 就將成為每一個案子 一個關鍵的證據 因為證明了這一本論文是假的 那麼所有的論文門上中的被告 跟所有論文門當中的事實 就會迎刃而解 好的 那因為李政華律師 剛剛有做了一下小小的預告 說針對項葬委會法官來提起 將他列為被告提起訴訟的部分 很有可能還會有第三案 第四案 這部分彭P能夠小小透露一點嗎 還是說現在還要在保密階段 沒有什麼保密的 也就是我們會 所以就張詠惠就王偉的案子 他的每一個侵權行為都會提出來 那在法庭光是訴訟詐欺的部分 他的詐欺行為其實不止兩案耶 他在整個過程當中有告訴我們說 現在是準備程序 所以你現在講的這個有關於 調查的內容或是徵典的部分 我們等一下再處理 等到徵典處理的時候 我們提出同樣的東西 他又說那沒有關係 等一下我們延遲辯論的時候再來處理 到了延遲辯論的時候 我們還沒有開始講 還沒講完的時候 他就說好了那就這樣子 今天到此結束宣佈停期 就是宣佈這個審判的日期 所以他光這一個程序 那都在明筆錄了嗎 他這就是訴訟的詐欺手段 所以我們也很難把它併成為一案 所以就一個一個切分吧 那張友慧就要面對 他在11月29號30號兩天 這兩個停期當中 他所設範的 大概五六個小時中 他所設範的諸多犯行 我覺得 我對這些告他的案子 比較有信心的是 因為這些東西都是大庭廣眾下發聲的 而且都是錄音錄影 還有逐字筆錄的 我不知道他要怎麼逃 而且我今天在法庭當中 我要先圍堵這些人 企圖用國培法來脫身 所以我就直接先說 我先敘明 詐欺不是審判行為 更不是國培法所保障的公務人員的合法行為 詐欺當然是故意的 因為故意的行為 不在國培法的保障之內 所以我先把他們想要找的逃生門 國培法先給他堵住 所以很明白的 在這個案子當中 我不知道張詠慧這樣的一個法官 他要如何能夠全身而退 我只是比較好奇的是 一個年輕的台大法律系畢業的法官 他何必要為這樣的一個案子 去背上這麼多的官司 然後在全國矚目的情況下 做這麼多的謊 說這麼多的謊 做這麼多的傻事 因為張詠慧在台大法律系列書 那個時候我是台大社科院的教授 所以 我們是同一個時間的教授跟學生 雖然我不確定我沒有教過他 因為我們很多大班課 我們不會知道學生 不會記得 那作為一個老師輩的人 我實在對於這個學生輩的人 覺得非常的惋惜 你何必要在大庭廣眾之下 犯下這麼多錯誤 只是為了要掩飾 蔡英文一人的行為 你到底有什麼難言之意 你到底有什麼苦衷 這個我實在是無法理解 我相信隱藏的事 沒有不顯露出來的 這個經文呢 要不斷的提醒犯罪的人 也不斷的 跟我們所有的宇宙政經學院 和我們開箱的朋友們共同勉勵 不要害怕長夜漫漫 因為黎明早晚都會到來 在論我們開箱的四年的過程中 好快啊 謝謝你們陪伴 接下來呢 我們可以一起迎接曙光 接到曙光很快就會來臨 總統大選可能會改變 不知道來人執政或者綠執政 但是司法不改革 誰執政都一樣 夜深人靜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耳熟能詳的路加福音八章十七節 隱藏的事沒有不顯露出來的 祝大家平安喜樂 一個愉快的夜晚 明天見 喜歡我們的影片請在下方點下訂閱按鈕 也別忘了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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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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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